台北海的主義 詞曲。 文貴宏伯伍 各位街坊,我姓馮 我是市居重建局 oked椰林地盤的其中一個 地鋪的業主一些兒子 我父親是第一個被市居重建局抬走的人 我們在福寓街、九江街開車串店 我今次想跟大家講講有關市區重建局給我們的感覺和待遇 當初市區重建局來和我們登記的時候 我就抱著一個很合作的精神 我覺得它作為一個政府的部門 它不會剝削我們小市民 但是後期得到的訊息和實際情況 它是想盡辦法去剝削我們 所以如果各位是自己自用舖做小生意的 就要小心一點 如果市區重建局是看對的地盤來收購你們 如果它來登記你 我覺得你首先不要給它這麼多資料 當然有些重要的你要給它 例如你是誰是業主 誰是持牌人 其他一些細節的東西 我覺得你找人商量過 或者找一些有法律意見的人談談 或者有些有經驗的人談談 好像我們這樣 再不是你可以找重建監察和他們談談 因為市區重建局很多時候 它出的地鋪價錢是很不合理的 我們是沒有辦法在同區買得到的 怎麼不合理化呢 我就以我們的例子為例 我在二十年前我們買一間店是四十六萬的 它現在來出的價 初出的價就是五十一萬多而已 二十年升值了幾萬元 你說我們要怎麼去買呢 加上它就會跟你們說 如果你覺得不合理的 你找測量師吧 它會提供測量師給我們的 但問題呢 我們找了測量師 我們回了假給他 照我所知 沒有一個人是接受的 他一定禁止他的 所以如果各位是地鋪 如果他來收你 我覺得不會是一件很好的事了 如果市區重建局的人來調查你 以我的經驗 最初你不用給他這麼詳盡的資料 有一些資料我相信要可以保留 不用第一時間給他 我遲一點找到跟別人商量過 跟一個經驗商量過 再給他資料還未遲 而且市區重建局是有責任 但是再來跟他談的 還有我想補錯一件事 如果市區重建局約你們開會 你不需要遷就時間的 你要遷就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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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晚上下班 你約了什麼時候 他九點都來等你 因為我的經驗就是這樣